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莉莎 对 就是之前在MCO期间 其实我在淘宝上面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除了衣服之外呢 我还买了一堆就是 没有用的机器 感觉很好玩 然后就买回来开箱了 所以是什么机器呢 就是这个 哇 咪咪是咪咪呢 现在我们就请到我们的机器厂 登登 爆米花鸡 而且我不只买了这家机器 就是我买了几个机器 然后还有一个机器 一来到就碎掉了 有点悲剧 所以我希望呢 我打开这个的时候呢 它没有碎掉 如果这个机器碎掉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timeline就只有三分钟 来 我们现在马上打开吧 Oh yeah 它感觉没有碎掉呢 跟我想象中的size一样 很可爱咧 Oh my god 在淘宝上面买电器 有一个问题就是 每次就是这个插头 我们马来西亚的跟这个不一样 然后就要去找那个 International的插头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把爆米花放进这里 爆米花放在这里 然后倒进去 然后打开就可以了 但是首先我们想要把这个擦干净 其实爆米花鸡好像还蛮多youtuber做过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了很多youtuber做 然后就想要去买来玩 就是上网看人家玩这些东西很好玩 你就会很想去买来玩 然后就是到最后就是用了一蓝色味 好了我们的爆米花鸡已经set up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爆米花 今天呢想要做caramel flavor的爆米花 但是这个机器呢 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把全部材料丢进去 然后才发现哦原来不是 就是如果把全部材料丢进去 应该会发生很大的悲剧 所以应该是要把爆米花做好之后 然后再自己淋那个caramel上去给它能够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做吧 油海太长了捐起来 开始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倒进去 然后把它倒进去 然后再打开应该就行了吧 我们要关起来先 那个声音有一点大 准备一个碗 OMG我听到声音了 我有一点怕 我看到爆米花了 给我的卖 诶很美耶圆圆的 里面的味道 哇里面还有那么多 而且里面的有点烧焦了 Oh No 里面还没有爆完啊 我们现在获得了一碗满满的爆米花 可是下面的盖好像已经烧焦了 我们现在来做caramel 不然的话我的影片应该三分钟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要来做caramel 首先我们要准备210g的糖 然后100ml的水 还有1汤匙的butter 讲到好像很pro 这样其实我第一次做啦 水 然后糖 然后现在我们要等我们的糖 然后现在等那个糖 然后不可以搅那个糖 就是这样子放这罢了 不可以搅 我的天啊已经20分钟了 One eternity later 终于不要黄色了 我的天啊 它现在开始有这个orange色了之后呢 它现在不要orange色了之后就要加我们的butter进去 然后好像是会有的感觉啦 我看影片是这样讲啦 对 是的有点可怕 然后要继续搅 哎呦我的妈呀 我这汤匙有点小啊 好像有点太焦了我的 ok我不能再等啦 我要淋下去了 来吧 我们来 诶是这样子要倒下去了 诶是这样子要倒下去的 要放多少 诶我觉得够了 然后要搅 有一点汤 那么连的嘛 wow 然后它凝固的有一点点快 它底下凝固了它 会不会太甜 没关系 爆米花就是要甜甜的嘛 好烫啊 是不 是不 嗯哼 好烫啊 我这个汤匙有一点笨 我的spatula咧 很漂亮诶 实时够到 我很期待要吃了 再来就把它 炭凉 哈哈 哈哈 跳 梅花 烫米花 可是 我觉得啦 应该是了 会苦啦 还有那个糖 好像有点搅了 我们来试试看呗 很漂亮了 富了 我们的爆米花 Paramel爆米花 太棒了 我现在还满头大汗啊 这爆米花很热 很热还要吃爆米花 通常爆米花就看电影的时候 很冷的时候你吃 好我们现在来吃一颗呗 嗯 听到它那个酥脆的声音吗 它还没有放那个caramel上去之前 它是不脆的 不然我知道它是脆的 可是我身为一个诚实的youtuber 我必须跟你们说 这个我做的caramel很难吃啊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caramel 我没有aspect到会做到这样子 它颜色看起来ok 可是应该是烧焦了啦 那个糖 有点苦 因为caramel你做不好 它就是会苦 然后嗯很苦 我记得我在某一间店里面 也吃过这样子的包面 然后我说那是我吃过最难吃的包面包 因为它就是苦的 我的caramel fail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的话 caramel不要煮那么久 因为我第一次煮 我不是很确定那个颜色 而且我那个 那个盘又是黑色的 那个看不到它的颜色到底有多深了 我本来还想要拿给我朋友吃的 可是我做到那么难吃 应该没有人要吃了 我不应该把整盘都弄成caramel的 好吧 可能今天做影片就 去玩一下 好吧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所以这个爆米花剂呢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也非常容易用 是第一次用就可以上手 然后 我觉得那爆米花剂 10分大概我可以给个10分 我做出来的爆米花 10分 我大概可以给个8.7分的 给去 那个爆米花做到很美 可是到最后被我的caramel毁了 下次我会努力做好caramel的各位 不好意思 现在要来回答上一个影片的问题 对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就是我决定了在每个影片最后呢 会回答上一个影片大家的几个留言 今天要回答的影片是 白冰莎的夜间vlog 这个留言我看到是最高like的 然后 也是我觉得最好笑的 就是说 我觉得白冰莎是没什么野心的小女孩 不会想搞大事业 可是很喜欢搞一些fancy的东西 来让自己开心 然后彤彤就是很有本事很有野心 然后很期望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各自有各的好哦 各位 我是很喜欢搞一些fancy的东西 然后自己很开心啦 但是 我要搞大事业的啊 没有啦 就是我比较佛系一点 我发现好像比较少问题 就是大家都是留言跟我关心我 叫我早点睡觉 请问我的耳机是在哪里买的 我的那个Razer耳机 是在Razer店买的 反正如果你们要找那个耳机的话 Razer店应该有啦 那个耳机是Razer的 然后 我是因为它是粉红色所以我买的 有一个讲我的火锅好像吃错了说 你应该看到它冒烟了再吃一下 不然它会有一半熟一半不熟 我是等它冒完烟再吃 它在爆着烟的时候是在煮着吧 要冒完烟才能吃吧 半夜吹头发不会吵醒家人吗 不可能 吵不行 姐姐跟妹妹的风格差很多 是差挺多的耶 我们两个的个性虽然是不同 可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又差不多 那个美白有效的话可以通知一下吗 我会在Instagram通知 你们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哦 好奇我玩什么游戏的 这是俗语没有错 我不是业配可是 嗯 对我在玩俗语 因为上一个影片大家的留言 大多数都不是什么问题 就是比较像是跟我讲话的东西 不像是问题 所以今天的Q&A就到这边啦 好所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想要看我 还有想要看我拍什么影片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各位喜欢的影片 记得不要点赞,粉丝还记得订阅我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想要记住我的生活状态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记得点赞留言哦 拜拜 拜拜 拜拜